直擊現場,關注民生 歡迎準時收看廣東民生頻道點片現場 大家好,我是盧俊宇 來了,看看今天頭段說什麼 我們收到黃埔區的嶺南雅竹業主投訴 他們最近在小區的地下車庫 發現了有對外經營新能源車充電裝 並且已經有外來的車輛進來充電 在私人小區搞收費充電裝 合法、合法、合法規 歐陽雲南馬上現場看看 嶺南雅竹小區的業主反映 今年三、四月份 小區地下車庫庫一庫二層 陸續建設了多個新能源汽車的充電裝 並且都是對外經營的商用充電裝 並不是業主個人使用 當時數量沒有那麼多 當時主要是在這一排 然後慢慢發展到這裡 這裡還有附移也有 現在記者在小區地下車庫附移層 我們可以看到大部份的這些充電裝 已經是建設完善的 我們數一數碼 數碼進去 可以看到進入了充電的小程序 按立即充電 顯示 就已經是可以正常充電的了 而主跟我們說 負一負二層 總共是有 大概二十七個充電裝 包括了三個不同的品牌 每日都會有很多的外來車輛 進來正常充電 記者看到 每個充電裝下面都配備了一個滅火器 每個充電車位也都有對應的消防噴臨頭 周邊也設有消防山移動式滅火器 儘管物業配備了這些消防設施 但業主始終認為 在地下車庫安裝經營性充電裝 有很大的消防和安全隱患 在停車場裡 你看這個車那麼矮 如果是有發生火災的情況下 那麼這個連最起碼的消防車都進不來 就等於是我們整個亞洲居民是暴動一個定時炸彈 因為一火災這些 結構全部都會被破壞 主要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滴滴這些的話 如果說跟其他車輛發生碰撞 就是沒法去找到人家的 人家就是充完電就走了 更加重要的是業主質疑 這些經營性充電裝進駐小區 並未經過合法合規的流程 在沒有經營許可證的情況下 你們非法經營 用民用的電去作為商業的 拿商業的好處 還要求國家補貼你們 這種就是一個違法違規操作 如果需要經營的話 了解到是需要公司的 就是比如說現在他們的充電裝充著 就是這個附近的有相關利益方 他是需要去公司出來 需要得到相關利益方的 需要他們同意的 業主透露27個充電車位當中 有15個車位屬於業主周先生 這些車位均統一安裝了某品牌的充電裝 至於其他充電車位權屬方 他們並不知情 而業主周先生 也都曾經在8月作出書面承諾 不會對外經營 戶業的話 他有貼的七天整改的通知書 他是要求他們提供相關的證件 需要給到戶業那邊 但是呢 他們一直也沒有提供過來 如果說 他們發現就是 沒停電之類的 他們就會 報警 之後呢 發送所那邊會過來 過來的話就是要求 戶業這邊把電給他送上去 然後他們就又造場經營了 該事件的關鍵 就在於充電設施建設運營企業 是否可以進駐小區開展經營性服務 廣州市物業小區電動汽車充電設施建設管理規定當中寫到 工業同信息化主觀部門 應當引導充電設施建設運營企業 依法接受物業小區建設單位、業主、業主委員會等委託 提供物業小區充電設施統一建設、運營、維護等服務 此條例的提出 是業主方有充電裝安裝需求 可以委託企業進駐小區運營 但是該起事件當中 是企業主動進駐到小區入面 那這個又是否符合流程呢 對此律師表示 車位的產權人已經安裝了相關的充電裝 由於目前的法律規定 它對於這個充電裝是屬於民用 還是屬於商業所用的話 它沒有明確的一個非常嚴格的限制 所以對於這個安裝來說 它本身是不存在這些相關的違規問題 當然它如果是要對外經營的話 它必須要有對應的一個執照 並且也屬於它的一個經營範圍之內 對此 令南亞足小區物業中心回覆記者 27個停車位上安裝的充電裝 是以業主個人名義安裝 布裝手續符合物業管理 和供電局安裝的相關程序要求 但業主未向物業告知 充電裝用於經營 對外實質開展經營服務 記者由雲普街道辦獲釋 27個車位未經小區業委會同意 先自轉為經營性汽車充電裝 相關職能部門屬地街道、社區以及物業 此前已經介入處理 多次組織相關人員協調處置 9月24日 街道再次組織相關部門召開協調會 目前正在研究解決方案 這宗爭議就在於充電裝運營企業 是否能夠進駐小區開展經營 但鑑於目前沒有相關的條例規定 現在這部份監管也只能靠物業屬地的街道 經營性充電裝進駐小區 業主擔心無非兩隻字 就是安全問題和消防問題 地下車庫是否配備好足夠的消防滅火設施 所以這個器材遇到火災 又是否有應急的預案 這些都很重要 麻煩相關的管理單位 好地調酬這件事 妥善處理好區 好 再來看看這條資料 隨著越來越多的地方 有一個寵物友好的政策 不少貓蟹子 家長都會攜帶寵物去出遊 近日上海一名女子 帶著寵物貓去逛街的時候 貓就被卡入了自動扶梯 聽到都覺得痛 那隻貓最後有沒有事呢 我告訴你們 加上海貓商場內 一女子帶著寵物貓走街 在上自動扶梯的時候 現在沒有抱起貓隻 導致貓被卡入扶梯 有知情者說 貓大概被卡了半個小時 後來維叔師傅把貓救出來 主人抱起受傷的貓離去 不少街坊表示 查到過這個視頻 記者搜索發現 類似的寵物被卡扶梯的案例 並不少 此前就有薄尾犬腳卡入自動扶梯 主人在一邊不斷安撫 記者走訪廣州天河區多個寵物友好商場 其中天環廣場內 貼有專門標識的寵物電梯 減少不必要的衝突 正街廣場內閣出入後 也有工作人員會對葵寵人士進行提醒 工作人員說商場可以葵寵入內 不過此前曾經發生過寵物被卡扶梯的情況 所以需要寵物主人格外留意 工作人員說 無論是寵物的腳 還是牽引繩 甚至身上的衣物 都可能被捲入扶梯的納縫裡 如果真的發生了意外 扶梯上的緊急按鈕 也必須要時刻留意 野地王廣場內 工作人員說 寵物牽繩就可以進入商場了 先生 那個寵物大小便的話 你們要清潔好 其他都還好 街坊段先生養了多隻寵物貓狗 不過他說 自己很少會帶牠們外出到人多的商場 寵物友好追求的 是人與寵物的相向友好 這個既對商家的精細化運營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都需要養寵人和非養寵人之間的互相理解 公共的一個場合 就像你帶小孩一樣的 基本上就看好自己的孩子 就像看好自己的寵物一樣 特別是帶小動物出行的話 你肯定是要注意 就是說牠在商場可能會面對怎樣的危險 首先是要對寵物進行一個保護 商場方面肯定是要加強 因為畢竟現在寵物 養寵物是一個大趨勢 不可避免會有越來越多寵物進入一個商場 然後肯定是要做好相關的一個準備措施 然後也要考慮到完善牠們的一個規章制度 我覺得這隻貓的主人的心真的太大了 本身貓就很容易應激的 真的不適合撩貓的嘛 你還要帶牠自己搭電梯 這次算幸運了 撿回一條命仔 就像街坊所說 帶寵物出街和帶小孩一樣 要盡到家長的義務做足那隻 好了 再來看看這條資料 今天的節目就收到花都區 花東鎮的街坊報料就說 桑子北路開通了已經一年了 沿途有很多紅綠燈的路口 居然監控那些攝像的至今 都還未完善安裝好的 導致車輛沖紅燈的現象的頻發 他看什麼環境 全裝了 但是又不用得了 五二小姐姐 今天相機仔來到花都區桑子北路 該路段連接花都大道和山前旅遊大道 全場約3公里 限速60公里每小時 不少大型貨車途經該路段前往機場路 這條路大概應該是一年前已經在通車了 因為這個路口經常有人闖紅燈的 這些泥頭車那些拖頭全部都不停的 小車包括都有個別是不停的 直接是這樣衝過去的 在桑子北路陽星路口 記者看到這裡是一個十字路口 路況較為複雜 但是車輛沖燈的現象 卻好像已成常態 根據現場計時統計 十分鐘內 已有三台貨車 兩台小車 一台飛機動車 無視黃紅燈警示 直接衝線 還有兩台車輛逆行通過 一年左右 但是一直都沒有安裝監控的 我試過幾次 我自己是綠丁過的情況 那些攪拌車都是硬衝 據聞說西側路口是當地村民出行的必經之路 東側側有一間中學 每到早晚高峰期 不少村民都會騎車接送小朋友橫村路口 初中小學也經過這條路 肯定有幾百個人 一個學校不同 有一個人 附近也有一個人 請讓你坐在那個 怎麼說呢 那個教學位置很高 人時看不到 那是貨車 有車禍 這個車禍 整個車禍也是很悲慘 記者沿著桑梨北路走坊見到 全路段有多個紅綠燈路口 部分同陽性路口一樣 沒有安裝電子警察 居民認為正因為這個原因 導致交通亂象頻發 有市民表示 曾經將情況投訴到12345 但情況未見改善 就此事記者也將情況反映 給花道區交通管理部門 獲釋目前機場北進長路 涉及桑梨北路路段改造 以完成施工並開放交通 桑梨北路延線各路口交通工程 以按設計圖紙完成實施 均已設立了信號燈進行交通控制 目前正處於驗收移交階段 相關部門正結合現場情況 研究該路段 攝像頭監控安裝事項 短短短 10分鐘然後就10分鐘下午 沒有變待 衝燈圍章的車輛已經將近10步 真的讓人心驚驚 紅綠燈路口 是這個車輛和行人交會的關鍵區域 亦是這個交通事故的大陸 那麼 那麼很多這些村民和學生都從這裡經過 希望有關部門重視這個問題 盡快完善這個監控設施 加大處罰 令到保障道路秩序和交通的安全 好了,再來看一段新聞最終 一個月之前我們藍木曾經報導過 廣州判如化龍鎮的沙亭村附近 有載人飛行器,產生了一個噪音的問題 最近那邊的情況有沒有得到改善呢 小豬,我們再回現場,翻頂 此前我們藍木報導過 陪區化龍鎮又載人飛行器,噪音擾民一時 好大聲的 噪到 一時又飛了過去,頭又飛到這個位置 不停停在這個位置,噪到 今天上午11點多時 記者回訪沙亭村在現場遁守期間 雖然沒有載人飛行器,在居民區飛行 但距離居民區一公里左右的農田上空位置 有無人機正在進行飛行測試 記者拿設備在戶外測試 噪音分貝在62左右 上午DV現場,投訴過DV現場 人人都看過電視,看過它 都是沒有反應,一樣飛 那你走開那邊飛,不要飛到人家那邊 你開那邊是沒那麼吵的 真是太吵,影響太大了 有村民說我們欄目報道飛行器噪音一事之後 現在企業大部分飛行器 都不會直接在居民區上空飛行 而是改為靠近農田一側空域測試 不過因測試區與住宅區較近 中間有沒有物理阻隔 飛行器發出的噪音經常會影響他們休息 做農活的時候又擔心設備掉落的安全隱瞰 三分鐘跌來是死刑的 我那邊徵修那邊不是可以飛 每天我們怎麼做事 都不用飛一架出來叫我們怎麼做事 那些這樣的噪音 就是那些回響 在居民流之間變得很大聲 其實它將這個問題的話 在自己原區上飛行 或者是反方向 向南大幹線那邊飛行的話 這樣就對我們居民影響最少 為此記者再次聯繫上攝氏通行公司 負責人說對噪音擾民一事深感抱歉 這幾天企業已經收到當地村民的反規 並有積極行動 例如實地走訪沙庭村查看情況 傾聽村民意見 並與村委探討協調情況 村民反規說遠離居民住宅區 這塊農田上面去飛行 這個能做到嗎 可以了 我們現在不是正在跟華中鎮那邊溝通 就是溝通完了之後 我們肯定是 首先肯定不在居民區上方 儘量去在一些政府的一些公開的土地上 或者說一些這種沒有撞架的地方去飛 後面我們在制定可飛和進飛區的時候 就會充分拒絕這樣的一些訴求 下一部攝氏通行公司 會與村民建立更直接的溝通方式 例如加建微信群 公布企業聯繫人等 村民可以直接向企業反規 企業也會及時調整 沙庭村村委會主任也向記者證實 9月24日下午 攝氏企業有與他們協商新的飛行航線 預計這幾天會有新的效果 不過他如果覺得他還沒做得夠好 我們直接跟他聯繫 首先企業能夠直面問題 聽這個村民的訴求 並且給出這個解決方案態度 真的不錯 今天負責人鄭仲誠樂 會重新去規劃這個飛行路線 遠離居民區 我們也都拭目以待 希望發展產業和安居樂業 兩種業之間能夠取得平衡 好了 再來看看這條例近年來 外賣訂單逐漸成為了 這個食品浪費的高發區域 為了最後一步防範這個行為 近日市場監管總局組織 起草了這個防範外賣 餐飲浪費規範營銷行為指引 並且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具體會有怎樣的要求 記者葦東梅同一晚解讀 今次防範外賣餐飲浪費規範營銷行為指引 共議15條 結合網絡餐飲行業特點 僅僅圍遇制外賣餐飲浪費的重點 痛點 難點問題 規範外賣餐飲行業的營銷行為 其中包括合理設置起送價格 優化滿感優惠機制 確實 但我個人的話 我不會說為了他起上去點多 我是看我個人來點的 就覺得有點麻煩 因為如果一個人吃的話 你要抽幾十元才可以選多少 就覺得很多吃不完那些有點浪費 優街坊表示 平時為了抽商家的滿感優惠 只能夠多點一些東西 又或者原本點的菜已經夠了 因為不夠起送費 又要多加兩個菜 不知覺得很浪費 必要的時候又怎樣 不必要或者選另一間 浪費 因為自己吃不完那麼多 你點了 浪費 又浪費錢 又浪費糧食就這樣 還有有些起送都是有點貴的 遇到最貴的起送費 一百多 今日記者打開手機外賣平台 看到商家都明確表示了 起送價格以及配送價格 起送價低的有十五二十元 高的竟然要一百三十八元 我們點入該店見到 裡面單品價格有高有低 從十八個八到一百五十八 套餐價格更加貴 我覺得有必要控制一下 而部分店鋪會免配送費 需要配送費的 一般是距離遠近 從幾元到二十幾元不等 記者在市內隨機走訪 有外賣服務的餐飲店 店家表示起送價格 是為了控制成本 但一般不會設立過高 否則也會錯失客樓 它的美團那裡會扣 你想一下 差不多五個多的起送費 如果我們給的話就五元 那這單是十元 你想一下如果你是那個飯 如果你好像切至十五元 那你有時給它扣了配送費 給它扣了優惠那些 那你到你手就只剩下五元六元 那你想一下我送飯出去 只剩下五元六元那我怎樣 那你所以 所以你就要切得高一點點 然後你哪怕你點兩個飯 到我手 那變回十五或者是什麼 那便好一些 是不是這樣說 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2023年年底 中國網上外賣用戶規模 已達5.45億 指引的出台 目的就是將反食品浪費 舉措落實到業務全流程的各環節 其中還提到 支持消費者協會等社會組織 對網絡餐飲平台和外賣商家 防範外賣餐飲浪費情況 進行社會監督 其實現在點菜那些或者吃東西那些 都是要提自己可以吃多少就點多少 如果你真的點太多浪費 其實都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專家分析徵求意見稿 是反對食品浪費法的有力指導 亦都告知餐飲外賣平台及商家 應如何實施 對押制指尖上的浪費 具有重要作用 用外賣平台的客人 亦都以億來計算的 我想這個這麼龐大的群體 我想相關部門希望能夠 通過外賣商家和平台 優化他們的操作 很細緻的術制 比如說鼓勵網絡餐飲平台 對於推廣小份餐品的外賣商家 通過首頁顯著位置 展示定向流量的扶持 我想這種方式其實都會有效的 考慮到國家現在對於良性安全會更加重視 這個規範是希望能夠 喚起 喚醒 平台的營運者和商家 切實這樣去避免浪費 反浪費不應該只是簡簡單單地去宣傳 而是應該將這個置業的理念 貫徹到網絡餐飲平台的規則 獎勵機制 勇敢收取等等方方面面 多措並舉 才能夠形成一個長效的機制 我覺得監管部門可以搭建一個投訴平台 讓騎手和消費者 都有吐槽舉報的渠道 今天我們收到佛山蟬城南堤路的街坊報料 就是他們樓下的消防山居 已經穿上了裝甲 導致了兩個出水口不能夠正常使用 那不可以正常使用即是怎樣 先看看 小人變身要穿海甲 想不到消防山亦都要穿穿裝甲 佛山蟬城南堤路 一個消防山引起街坊關注 這個消防串怎麼融化 架擋住出水位 我這麼沒想到的 居民投訴的消防山就是記者身後的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消防山已經穿上了裝甲 本身它是三面都可以接消防水管 但是現在其中兩面 已經是被這個鐵壺欄圍住了 這個鐵壺欄和消防山之間距離是非常之近 記者一手插進去 都是插不入的 所以只剩下前面那裏可以接消防水管 所以這裏的街坊就擔心 萬一出現火災的時候 這裏的取水和救火是會受到影響的 這裏我們都是住樓上的嘛 因為這都是為了大家安全 消防這些設施 都是有隱患的 都是什麽啦 你們部門處理 我們都反應不到的 我們不知道向誰反應 好弟弟的一個消防山 為何要搞成這樣呢 有街坊就說 這個是因為它經常被車輪撞爆 例如在今年3月 消防山就曾經被撞爆過一次 水柱不停噴湧而出 上次爆水也是我打了12345爆的 水都噴到4樓去了 就是給車燈爛了 4樓都噴到去了 我本來做消防 我對這個比較敏感 我還投訴他說 你們班數太慢了 差不多1個90才來人 敢於消防山多次被撞 無奈之下 施工人員只好為消防山 穿上這樣的一件裝甲 撞了架就說 肯定沒有那麼容易撞斷 只不過你說 到時它用消防針的時候 嘗試好不好用 我們就不知道 你撞在小 你撞大一點 還有那個車也不會停那麼近 你撞那麼小的車 停車上一樣打不開 消防山周邊的道路明明很闊 為什麼車輪會撞上去 原來這裡的人行道上 建設了一個停車場 不少車主為了省錢 都會將車停在停車位外 緊捱著消防山停車 逃避收費 一個不留神就撞了過去 在中間的施工位那裡 反正不停在車位那裡 停在消防線那裡 記者從收費公司牌上見到 這裡的收費標準是工作日白天 7點半到20點 第一個小時收費8元 超過1小時至3小時內 每30分鐘收2元 超過3小時之後 每30分鐘收3元 全天40元封頂 不少司機覺得收費有點貴 就選擇停在車位外 記者拍攝期間 該段人行道一共有17個停車位 一台車都不肯停進來 會不會為了節省這些車費 停那些卡拉位 應該也有時候會方便 因為有時候我停得久 有時候幾天不去 我都會為一個不妨礙別人的地方 停 但是這些位置就不行 這些位置我就很少停 因為我停過一次 但是我覺得這樣 自己下車也不方便 然後又容易撞到 所以我停過一次之後就不會停 一天都很多台車停在這裏 每周邊的程序都找到 你們見得到的 今天都抄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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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有台車停在這裏 大家專機手法一點 不要亂停亂放 應該說問題不大 除了記者將情況向 蟬城區政府部門反映 對方回覆鐵欄的具體安裝單位 尚在核實當中 目前自來水公司已經承諾負責整改 最快明天可以完工 同時自來水公司呼籲 市民一定要愛護消防山等公共設施 而對於該處亂停車的情況 交警部門表示 目前正在進一步核查 消防山搞到要穿規格 真是相當無奈 我認為要解決這件事 需要幾方面共同努力 首先那些亂停車的司機大佬 能不能自覺一點 不要為了省一些停車費 選人利己 同時停車場方面 看看能不能出一些優惠的政策 薄利多少 那一塊大大的空地 最終一輛車都不願意停進來 那真是多浪費 相關單位也可以考慮一下 將遺爛或者整闊一點 這樣也不會防外消防山的正常使用 回到廣州 廣州市天羅區的瓦兒居 144號 146號二樓的業主就報料了 他們動樓加裝電梯 還要見一條十米的連郎 擔心會影響結構安全 另外連郎還對著廚房、廁所窗口 弄得好像沒有隱私 這樣嗎? 那不如讓記者李思偉實地看看 電梯的設計方法 打算是在這裏的天井外面 起一幢電梯下來 到時就會架一個十米左右的強廊 一直通到這裏過來 大概在這裏 這個窗台這個位置 一半這裏跟過 今天早上 記者來到天河區瓦兒居144號 146號 門口對出就是家葬電梯的位置 而產生爭議的地方 是天井位置要加建連郎 而樓業主就認為 連郎對著廚房、廁所的窗口 電梯整好之後 他們沒有了人私 二樓業主認為 連郎影響窗口通風和採光 而且天井位置都還有燃氣管道 以後檢收可能會有困難 為了這些問題 二樓業主曾經多次跟電梯籌備組 在東普居委會進行協商 記者見到家葬電梯的位置已經做了違閉 今日也有工人準備私工 那連郎影響隱私的問題要怎樣解決呢 可不可以從三樓開始見呢 記者聯繫上電梯籌備組的吳女士 記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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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此事工 那影響二樓業主引私方面 他們又怎樣解決呢 我們願意解決問題嘛 但你提出怎樣解決先 我說貼玻璃架或者貼什麼 他願不願意 說你們是有三分二的業主同意 四分之三的業主同意 今天記者也都找到車碑街道辦 和東普社區居委會 他們表示 之前已經組織雙方開過五次正式的協調會了 不過始終都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款項這方面好像沒有提出來 大家提出來就是 本質就是防完全問題 還有折光還有消防等等 什麼油煙啊 反正很多 我們也把這個訴求 裝給了國家局的 業主任同記者說 二樓業主如果認為有需要 他們仍然可以組織雙方繼續協調 至於電梯方案是否合理 以規劃局審批為準 另外在8月15號最後一次協調會上 的確有二層業主提出補償方案 不使用十萬 使用五萬 而且不維護費 但是他們籌備者回去跟業主他們商量 絕對沒有影響到他 但是不同意賠償呢 我們的賠償宗旨就是 只要那條連郎有影響那些需要 我們願意賠償 願意跟他溝通 樓上樓下多些換位私下 互相理解 二樓的業主實在不認同這個方案 亦都可以再去這個居委反應 向高層業主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 實在不行了 沒辦法了 見雙方就這個司法途徑解決 有理不在於大聲的 一直這樣僵著下去 亦都沒有人 對不對 近日公園或路邊樹上 有很多粉色果實的相關話題 在這個社交平台上引發異議 還有人好奇摘下來吃 究竟是甚麼果實 吃不吃可以 位置都沒可以 坐標廣州 這個是不是蓮霧呢 這個是不是蓮霧啊 最近一片粉色至紅色的果實 在社交平台引發討論 有網友認為 這個是我們日常水果店見的蓮霧 於是有為食的網友先上為拜 今年廣州雨水沖沸 樹山刮滿了蓮霧 前幾天網友說這個可以吃 那我今天來試一下 紅紅的有點像番茄 真吃了啊 嗯 有點似 沒什麼味道 不甜 今天記者來到該網友 採摘蓮霧的位置 沿廣州藝博園 建如今的廣州人民藝術中心 但本來這棵蓮霧樹上 已經沒有果實了 我覺得我昨天就看到 可能下雨的時候 下雨的時候 裡面的能不能吃 可以吃 可以吃是吧 對對對我明年都吃 就是大家會再來吃是吧 它有的時間就看不到 一般都是下雨了來撿 就是掉地上就可以撿 對對對 就是撿上去 它不能卡住 這些粉飾的果子叫做蓮霧 學名羊葡萄 是典型的熱帶啊熱帶植物 不少街坊說 到時候會見到不少 但現在更多的是芒果 大樹菠蘿 龍眼等綠花樹 其實不好吃的 沒來沒味他媽媽媽 真的小見 我們那時候小時候 那時候會摘 現在不摘 果啊 那些葡萄 好像芒果比較多 以前好多年都見有人 尿過芒果 但現在這兩三年不見有了 記者今天走訪 在寶江大道 與同福路交接處 路邊一棵大樹菠蘿 樹幹處已經有多個果實 在龍福路內 這棵楊土樹也是石果類類 不少果實墜落地面 但很少見到有人採集 對此有專家提醒 街頭的蓮霧等行道樹上的果實 不建議食用 因為一般好像被用作 城市綠化的蓮霧樹 是品種相對較差 食用價值低的蓮霧 更重要的是綠化蓮霧 印牆年壽棄車尾氣 和粉塵污染 可能含有重金屬 另外為防止蟲害 日常綠化養護需要噴藥 因此更可能有農藥殘留 所以建議只觀賞不食用 更重要的是 私自採集 破壞陸化的行為 將會受到一定處罰 制定的一些政策法規 也是不容許行人去折這件事 這個就是大家市民為安全期間 千萬不要去預約這條紅線 以前它是公共的 你去破壞的話 你去踩架 可能會帶來一定的損壞 還是那句 路邊野花就不幸 路邊野果也不要亂吃 好 再來關注黃金方面的消息 國際金價週二上漲 再創收盤歷史的新高 現在正值一個分泌的旺季 黃金消費市場會出現哪些變數 看看 今日相片記者廣州月秀區一商場的黃金櫃台了解到 今日投資金的價格已經突破600元每刻 999.9足金的價格是773元每刻 而999.99足金是7888元每刻 高企的金價令不少市民在選擇金色的時候會更加謹慎 街坊麥小姐來到北京路雙圈一黃金櫃台 打算買金色送給親戚剛滿月的小朋友 太高了 真的太高了 如果600至700元我覺得 比我們兩三年高得太多 三四刻太貴了 如果太重負擔不是 如果不是送禮或什麼都不會買 今日金價升到最高是773元 對比我們九月初的話是升了31元 升幅達到四個點 當前正值分慶旺季 記者酒房的部分金色店都有做優惠活動引流 雖然目前金價高企但黃金產品的銷量 仍然出現了增長 以往分慶旺季 多數顧客會剛需賣的龍鳳額比較大黑蟲 今年都是偏向小黑蟲為主 還有我們那些大黑蟲基本上少賣了 有上場工作人員表示 目前街坊在選購分架金色的時候 更傾向低黑蟲 款式大稀 立體強的黃金產品 銷量也同比去年有所上漲 譬如說這段時間 四萬、六萬、八萬的這些消費多了 我們以九月初到現在的九月23日 一個數據對比 應該說是跟去年同期的 有半支十略多一些這樣的一個上升 金價沒有令消費者 望而卻步 只是在重量或者購買的品種上 略作調整 除此之外 低黑重的投資類黃金產品 仍然是不少消費者的深水之選 顧客比較喜歡投資類的產品 特別是低黑重的那些 我們也會多賣低黑重 像一黑的金豆 一黑的金條仔 也會成為我們今次熱賣的商品 金價真的看到很多朋友 有一種恐高的感覺 便宜便買 貴又貴賣 不追求傳統浮誇的大件套 選擇性價比高的黃金產品 也能夠省下不少 看你怎樣需要 同樣要關注還有什麼 還有股市 各位股民 這兩天又有沒有睡好覺呢 昨天國務院發佈了重磅的黃詐 大家又理解沒有呢 這次含有股票、基金、樓市多方面的利好政策 又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馮明志 看看他 在國務院辦公室昨天上午的新聞發布會上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主要負責人 介紹了金融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關情況 一次過推出了多項重磅政策 首先就是支持符合條件的證券基金保險公司 通過資產質額從中央銀行獲取流動性 這個呼聲300的這個K線圖 那我們從三年半前的最高點到現在這個指數 應該是已經持續下跌了三年半 一行三會出了一些政策 特別是裡面有一個政策是鼓勵 應該是鼓勵券商、保險還有公募基金 大家可以找央行借錢 那上一次央行鼓勵大家上槓桿買東西呢 應該是15年的房子 應該是說對於我們整個A股來說 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 一個重大的事件 就是未來有希望吧 國家有希望 這個股民的可能 以後會有更多的機會賺錢 大家可能收入會有所提高 街坊李先生就說 今次多部門集中釋放利好經濟消息 令到他非常激動 在政策的影響之下 他說今天早上就已經看到指數產生了明顯波動 他非常之看好今次政策 如果這個國策持續的話 那肯定是對老百姓有好處的 因為我們跌了幾年 能夠自己民族國家自強 然後採取很多自救措施的話 經濟慢慢好起來 整個就會影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現在是一行三會出政策 接下來可能財政部還會出政策 可能稅務總局還會出政策 除此之外 今次發佈會上 還公佈了包含涉及樓市、債市、匯市等方面的政策 而對於樓市產生影響最大的 還有3000億保障性房貸款比例 從之前的60%變成了100% 因為收購商品房作為保障性房 是房地產市場去庫存的很重要的招數 有些樓賣不出 政府收到保障性房 就可以起到快速消化的作用 變成你只要看好這個項目 就可以找央行融資 所以這個門檻大幅降低 也是等於更多資金支持 政府收購商品房作為保障性房 所以這個政策 我相信未來可能會加速落地 據專家預計 這幾項政策的推出 有助於穩定房地產市場價格 保障性住房供給進一步增加 也有助於推動房地產業轉型發展新模式 對於今次多條政策的出台 街坊們對未來充滿期待 現在不一定看政策去變 看政策OK的時候 看個人的難力 沒辦法全部生產掉進去 拿十分之一的錢來玩 虧了都虧了 沒所謂 那你就手上有更多的錢去買東西了 物價會漲 但是這是個好事 然後商品的流通性會更大 然後工廠還有企業 尤其製造行業會更有活力 然後大家會有更多的資金去進行投資 然後旅遊業也會更興旺發達 總的來說就百業會因此而振興 看得出國家從方方面面刺激經濟 提增市場信心 相信後續還會有各個領域的細分政策落地 但是還是那一句市場有風險 投資須緊身 今天你收到東莞道教濟村小學的家長報料 就是昨天家長群討論氛圍非常激烈 話題是學校飯堂的菜品質量不佳 小朋友回到家說肚餓 夠不夠亮的 還是不好吃 還是怎樣 曾小弟弟 圖片當中這份菜品由小白菜 咖喱魚蛋 豆角炒蛋 水果 白飯組成 再加上一碗苦瓜黃豆骨頭湯 街坊願意用多少錢去買呢 實際上這份菜品是東莞道教濟村小學飯堂 於本州已提供給學生的午餐 價格為15元 街坊對此報便不一 學生家長一致認為這份菜品不合格 不單是不好吃而且吃不飽 家長發上來的圖片實在是太震驚了 你起碼肉沒有啊 就只有肉丸是吧 對啊而且都是那種動品 綠枝菜 那回家後來沒有問問小朋友他在學校吃得好嗎 小朋友沒有說什麼是不好 就是回來就說肚子餓就平命吃零食 平命吃東西 她家長了解學校的飯堂由外包公司負責 上一年提供的菜品上學 這個學期水準有所下滑 她不是自己學校提供 她是承包給外面的公司的 去年還看過去吧 之前也有家長反映說 伙食太差 但是我覺得也還好 因為肢體餐也不能要求太多 但是昨天看圖片只有幾個丸子 然後豆角炒那個雞蛋 基本上沒有什麼雞蛋 還有一個清菜 還有兩三顆清菜 針對家長們的投訴 記者今天來到濟村小學酒房 相關負責人介紹 校內工作人員和餡食組委會的家長 每天都會陪學生用餐 昨天得知這件事之後 已經第一時間約談飯堂主管 飯堂昨天是想試一下新菜式 結果出了這個新菜式來說 可能我們也監督不是太及時 所以出來的品質 其實我們也是覺得不太滿意的 其實家長沒反饋我們已經知道這個事情 因為老師也是同志同餐 也是吃的同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是覺得非常的不滿意 然後就約談飯堂 下方收到家委會的投訴之後 組織家長代表飯堂主管 在今天上午面對面溝通 要求飯堂主管紀錄家長們的合理訴求 今天上午就約了我們的家委會 上市委員會一起把這個事情溝通 今天上午的會議 我們的這些家委會 他們都非常踴躍地把自己的一些訴求說出來 我們學校來說 我們覺得這都是合理的訴求 因為作為這個校園餐來說 學生吃得飽不飽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唯一的一個滿不滿意的標準 家長們在座談會上提出 每週輪流增加排骨、牛肉、雞肉、蝦肉 一個月能夠使用超過兩次凍品食材 飯堂成包方將調整後續菜單 另外後方也都會滿足家長陪餐的需求 只要願意來飯堂賠餐的我們都歡迎 都歡迎這個家長來賠餐 當然在這個上市委員會這個群裡面 我們也會定期的召開一些會議 把每天的那個一週 就把下一週要吃的這些菜 然後就把這個菜牌發到群裡 讓大家來修改看看大家有些什麼意見 然後收集大家意見之後 我們再來把這個菜牌再還給飯堂那邊去做 下方還展示了飯堂的廚房區域 澄清校園內的菜品都是現場製作 不會使用預製菜 請家長們放心 校方的處理態度還算積極 昨天發生 今天就開會 並且做了整改方案 希望飯堂承包方能夠盡快優化菜單 讓小孩吃得飽吃得好 另外我再提一個建議 下次飯堂還想做新菜品 最好首先交給校方以及家長過目 品嘗過 檢測通過再放上飯桌 不要讓小孩做白樓 一名騎電動車過馬路的女子被小車壓在車底 動都動不了 有人幫到她 阿榮馬上跟你跟進 事發當夜下午5點多鐘 在韶君保利廣場路口附近 兩名女子騎著共享電動車橫過馬路 行車道上直行白色小車緊急煞車 想不到後面緊跟著的一輛黑色小翹車追了尾 並將白色小車往前退 在附近開店的郭先生聽到馬路上 傳來撞車的聲音馬上趕到現場了解情況 就是千鈞一發之際 在場幾名街坊立即準備抬車 其他路過的街坊也紛紛加入救人行列 除了抬車救人 有街坊幫手撥打120急救電話 還有街坊在現場維持秩序 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小車被抬起 壓在車底的女子被救出來 隨即到場的救護車把受傷女子送到醫院救治 據悉目前該女子仍在醫院進行進一步治療 對於郭先生他們自發救人的行為 不少街坊深受感動 現在不要好像怕跌了街交街什麼沒人去救 這個不是好事 對對對要發揚官 這幫人可以 非常哇塞 我看到我也會去幫 希望傷者盡快好返 亦都為熱心腸的街坊點讚 給個大大的鼓你們感恩 好了 出來看看這條料 九月二三號 東莞市衛生健康局發佈了關於徵求 東莞市計劃生育獎勵和特別輔助辦法徵求意見稿 意見的公告具體涉及到哪些內容呢 曾經再看看 東莞市計劃生育獎勵和特別輔助辦法發佈之後 引起很多關注和熱議 有人以為是新政策在網上發問 補辦獨生子女症能不能夠美呢 今年出生能不能夠美呢 記者諮詢東莞街坊 蔡依德知這項補貼早就有了 以前好像300元 現在多了30元 因為我們以前響應號召 以前是說獨生子女到老了之後 好像我們都說政府來養的 這樣你適當補貼一下 這樣應該的 記者從東莞衛生健康局獲釋 概意見稿並非是新政策 而是將原來的東莞市計劃生育養老獎勵辦法 和東莞市衛生健康局 東莞市財政局計劃生育特殊家庭輔助辦法合併修訂 補助對象為2016年1月1日前 全面兩系政策調整前的獨生子女家庭 和農村計劃生育雙女家庭 八方標準為每人每月330元 健向社會徵求意見 這個政策在於當時 嚴格按照計劃生育來做的家庭 是一個正向的反饋 現在獨生子女可能兩個獨生子女的家庭 要養四個父母四個老人 其實對於現在的社會福利來說是不算高 能在接受範圍 我是十分贊成的 有街坊建議對於響應二孩或者三孩政策的家庭 也都可以實施政策補貼 我覺得可以適當地進行補貼 也鼓勵計劃生育 計劃生育 現在是計劃生兩三個鼓勵生的 既然當時實行獨生子女 現在有福利 那你現在或者以後出台政策 對這個多胎的子女 多胎家庭實行補貼也是合理的 也有街坊說有補貼政策是好事 但養育一個小朋友 應該先考女家庭成員實際情況 而不是以補貼政策來影響生育決定 現在我是二孩 因為我覺得一個孩子比較孤單 所以給他再有一個玩伴 一個孩子將來關於照顧父母 他的壓力也是蠻大的 有兩個孩子的話 兩個人有傷有量的 也可以減低他們的負擔 光發放補貼這一項 其實雖然這是很好的事情 國家也在鼓勵多生 但是其實你真正生下來 從養到嬌 那都是不單單是金錢啊 還有精力 關於生育的話題 我覺得街坊說得很對 生一個或者生多幾個 都有很多複雜要考慮到的因素 有沒有補貼反而沒有那麼重要 大家平常心去對待 這樣就有了 沒那麼之前 江西虎州17歲的少年小孟 扶起了跌倒的老人家 反租到無告毆打的事件 引發多方關注 最終警方通過了這個公共視頻 還原了事實的真相 了解一下 監控視頻顯示 一個身穿黑色上衣 看上有些駝背的老人 正在推推著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少年 利明少年正是小孟 小孟不停地躲避老人 始終都沒有還手 因為老人一直都追著小孟不依不搖 他最後選擇了報警 民警趕到的時候 老人家屬也到達現場 看到民警之後 老人首先走過來 指出自己被小孟撞傷了 指出自己頭上的傷 告訴我們民警 說他是這個被小孟騎車 撞到之後摔傷了自己的頭部 這個我們這個 詢問小孟的情況的時候 小孟則跟我們說 他是騎車路過的時候 看到這個老人摔倒在地上 然後停車上前攙扶 並用老人的手機 連線了他的小孩 我路過我看他有沒有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打電話 然後打電話後面他就一直弄我 然後後面我就在那裡陪他 然後他就說你不要走 他就抓住我的腳 不要走 然後他就抓住我的腳 不要走 然後他就抓住我 然後他就抓住我 在民警了解情況過程當中 老人情緒依然激動 並不斷地展示自己的傷口 趁著民警 向老人家屬詢問事情經過 老人又對小孟動手 民警馬上上前阻攔 等於雙方當時各遲一遲 我們查看了一下這個車輛 沒有發現這個有碰撞的痕跡 然後這個老人滿身酒味 說話這個含糊不清 因為雙方爭執不下 民警確認老人的傷情 沒有什麼大礙之後 將雙方帶回派出所 警方調查過現場視頻發現 小孟台車並沒有碰撞痕跡 而跌倒老人處於醉酒狀態 這就是我們當時釣取公共場所的畫面 站在樹蔭下休息了 就是後面摔倒的老人 他站的時候跟他走路的時候 都是搖搖晃晃的 走一步扶一下 走一步扶一下的感覺 然後走到樹下休息了一下 他已經摔倒下去了 當時座邊沒有人經過 也沒有任何車輛經過 最終老人因為毆打他人 被行政拘留9天 並處罰款200元 老人及家屬向小孟表達了協議 在路邊遇到跌倒的老人家 能不能夠扶呢 應該怎樣扶呢 這個本來不應該成為問題的問題 再次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小孟心地善良 他也沒有想到會遇到現代版的龍夫與蛇 希望這樣的事情不要再發生了 社會需要多些正能量 好了,再來看看這條資料 很多人喜歡網球下 官方售價將近300元的品牌服飾 在這個網絡平台直播間裡頭 只要39元就可以帶走了 消費者以為自己撿到順盤 是否真的那麼順盤 看看你就知道了 直播間裡面 這名女主播正在推銷貨品給粉絲 名稱是某品牌的服飾 這場直播吸引了1144人次觀看 評論區裡面 他們也要跟很多粉絲進行互動問答 為了吸引粉絲關注購買 這家店舖還推出了39元專拍連接 59元專拍連接 斯耐克和阿里牌 但是它的價格是低至幾十元 甚至十幾元 與正版的耐克牌和阿里牌的衣物 價格相差特別大 質量也是稱之不齊 接到某品牌服飾公司的報警之後 警方立即展開調查 發現總共有四個直播間 長期收賣和某品牌極其相似的服飾 在這些直播間裡 原本價格要幾百元的品牌衣服 而明顯低於市場的價格上假銷售 很快 民警就鎖定了一個直播帶假貨的犯罪團夥 這個直播間背後 隱藏著一個以為貨 假製品的名義 從事採購、推廣、銷售的售價團夥 這個直播間總共是13億人 從上面的老闆到這個主播 還有這個負責發貨的這個物流 然後每個直播間還配有這個直播助理 民警展開收網行動 進入直播現場 控制了老闆黃某 還有四名主播等13人 現場扣押貨品9千餘見 黃某自己交代 他是從這個2024年的4月份 就已經開始做了 越做越大 從一家到兩家 再到四家 總共是獲利了六十餘萬元 據了解 嫌疑人黃某等人以低廉的價格 從批發市場 購入假冒註冊商標的服飾 通過網店直播賣貨的方式 低價出售假冒品牌服飾 為了讓直播畫面更加逼真 黃某還將無配商品房 裝修成了線下門店以假亂真 擾亂消費者的視線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當中 一些直播帶貨的商品 看起來好像真的便宜 但背後可能潛藏著製假售假的警局 消費者一定要提高辨別能力 避免盲目消費 同時各大平台和有關部門 也必須落實監管 保障正常經營的秩序 林近郡嘉琪 相信不少街坊都計劃 怎麼出去玩 飲食吃吃 但口腔醫生就說 不注意飲食規律 很容易會引起一系列的口腔問題 到底有什麼不講究 實習記者謝特色 最近有關年輕人 幻想牙齒酸食症的話題 廣受熱議 有口腔醫生分析 這個和當代年輕人 飲食習慣的多養性有關 飲食不規律 還有一個作息時間不規律 然後容易經常吃這種高油 可樂、高糖的食物 會因此牙齒的酸飾敏感 牙齒的保護層脫落 年紀輕輕就有口腔問題 這一點不少街坊都心有體會 好像可能三四歲左右吧 就開始就掉了幾個牙了 就以前不知道嘛 有蛀牙一痛 醫生就建議你拔 拔了以後就要裝假牙 就這樣反正就是 只是真的很困擾 特別是清潔很難清潔 痛可能是很痛 吃東西咬東西的話 那就是真的是痛 喝冷水喝熱水那就痛 痛就不得了 街坊揚說 之前因為怕痛 一直不敢到醫院看牙 但自從解決了口腔問題之後 吃得好、睡得香 心情都好了很多 有些人就說 哎呀不敢拍呀 怕出大毛病 不會的 我說我跟他們講 現在都很科學 現在的機器很千進 把牙齒一種了以後 全面我們的身體就好了 老人就靠牙嘛 身體再健康 醫生提醒 這種牙齒及早脫落 或者鬆動的現象 多數是牙周炎造成的 建議街坊要打理好口腔衛生 改善飲食習慣 建議的話定期的口腔檢查 亞洲的清洗、亞洲炎的治療 然後預防這種牙齒及早脫落的情況 凡在國慶節期間到院的街坊們 都可以直接獲得國慶專項的種牙補貼 現在補牙、根管治療、亞洲治療等 在常見的治療項目 都可以享受醫保的統籌 報銷 最高的額度可以報銷60% 食得是福 但是也要注飲食 和愛護自己的牙齒 如果有口腔問題 就應該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十一營國慶裝修提前定 現在開始到國慶期間 由廣東民生頻道舉辦的 靠譜家裝換身行動 有媒體監督的裝修 你還擔心什麼呢? 本次活動有百家一線品牌建材廠商 齊集參與送出百萬裝修補貼 各應期間定裝修百分之一百 更毫禮 毫那隻 65吋的大電視 掃地機械人 品牌旅行商 山地自行車 品牌藏電等等 成功簽約 還有送 還有送什麼? 大牌空調 冰箱 煙機 造具 豪華入戶門 11件成品傢俬 活動是真實有效的 點擊廣東民生地面牆底部菜單 活動報名當中的品質家裝 或者撥打熱線電話 020-6262888 6262888 從簽約到時候 一站式幫你解決所有的裝修煩惱 資料不達標怎麼辦? 搭了一句 替我重新整理 不用多花一分錢冤枉錢 那節目最後呢 聽完首歌仔 張振樂的《再見》 這首歌是阿龍索點給呂卡多的 他就說 他沒有留下想說的話 只想安安靜靜地點過 好了 今天節目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廣東民生頻道DV現場 打開微信十一首DV現場 進入官方應片 可以獲取更多訊息 明天同樣時間 DV現場見 明天再見 拜拜 九光雙正 廣東的雙正 世界的米香 九光雙正 廣東的雙正 世界的米香